这个时候谈这个问题干什么 我觉得他们就是 这是一个对外的说法而已 我相信他们谈的还是选举 很实际的东西 怎么可能还谈什么产业 郭台铭现在在富士康 在中国被查税 查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心情 谈什么产业升级 先保住自己的产业 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谈怎么样下庄 接下来 因为我认为距离登记的时间 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以目前来讲 第一个 郭台铭在中国经得起查吗 郭台铭压力也非常大 非常大 而且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就是文革时候的斗争做法 叫做什么 戴帽子 挂牌子 打棍子 戴帽子是什么 戴一个你是汉奸 你是台独 你是美国的走狗 这个戴一个帽子 戴帽子 然后挂一个很大的牌子 像文革的时候 每个人都戴一个高帽 然后挂一个很重的牌子 那棍子很重哦 重到你脖子都抬不起来 然后写一个 郭台铭三个大字 然后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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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上面写 走资派走狗 郭台铭现在就面临这个压力 然后再来第三个打棍子 洪卫兵用棍子打你 把你斗臭 斗垮 斗死 所以有没有可能现在访而是什么 访而是郭台铭必须要拜托柯文哲 来协调目前中国对富士康的查税 互相利用 因为柯文哲有说他办过八次全市论坛 他知道怎么跟中共那边打交道 因为郭台铭的关系都是胡锦涛时期 还有李克强 那我们看到了 胡锦涛在去年中国二十大被硬生生的架走 李克强68岁 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胡派团派已经彻底垮了 而习近平一直认为 郭台铭是跟团派跟胡锦涛跟李克强是一挂的 所以他很早就想动郭台铭 好那现在郭台铭怎么办呢 当然第一个他可能就不选了 我为了我们非绿联盟的合作 我退选 第二个我的联署站 作为柯文哲的服务处 他可能用这个方式 以退的方式来 以退为进 来获得中国对他的相关的调查 对 袁之远怎么看 因为这个柯文哲昨天公布这份民调 但是马上就被拆穿 他的原始数据 根本就是老三嘛 侯友宜赢过他 所以你们国民党应该是不会被吓唬到了 而且应该是更有底细 那就应该要答应柯文哲的全民调 不是吗 第一个他加拳钱 其实侯友宜是赢的嘛 第二个他的那个组合 根本就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嘛 哪有一个组合是侯赖锅跟柯赖锅 没有这种组合嘛 现实生活没有嘛 他自己也讲说 柯侯侯柯去对赖销啊 那怎么没有这个比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技术性的 要把自己的民调做得比较高 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 实际上柯文哲很厉害啦 他很会关那个政治的那个 一个风向 他有发现说 猴友的民调上去 然后他民调下来 民调电子不要爆 他是长期在做 猴就要上去磕下来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在蓝白河 谈判的过程当中 很多国民党知识者觉得说 大家谈要诚意嘛 那国民党这边 虽然我们的方案 你不被你接受 但我们一直不断去提新的方案 但是柯文哲是 从中到尾都是 一直用比较常常用酸的 就是讲说什么 给你选你也不会赢 我虽然老实 但是我不笨 不要把我争笑 就是那种我们知识者 听着觉得 你干嘛这样 买卖不成 人意在吗 昨天那个民调一出来 显然就是羞辱侯友宜 所以根本就想撕破脸 他现在要告诉大家说 你不要怪我 不是我的问题 你看这三份民调 我赢这么多 所以是国民党的问题 是国民党一直不敢 不敢跟我们全民调 才造成这个结果 不要怪我啦 不是我连那个抽样误差 都算他赢的 你们还要怪我什么 屏东的周家呢 南投呢 何胜峰呢 这一群人 可能会跟着郭台铭走 那郭台铭如果出来 喊支持柯文哲 那请问柯文哲 就补了什么 补了地方派系 补了400个联署战 那郭台铭有需要当副总统 不用啦 郭台铭只要当 柯文哲的郭霸